國關號站的拆遷 能夠移到南站北站的中間 在這邊集中一些巴士 聽說有27席巴士的台 但是港溪街的前面 也就是救火車站 以及港溪街這邊的店家 目前雖然有停了一些 基隆客運還有台北客運 在那邊上下車 那當我在跟很多我們的朋友 市民談到這個問題的時候 其實所有的反應都希望把救火車站 和港溪街前面的這一排房子能夠拿掉 為什麼 因為當火車站前面 有一塊這麼大的廣場 就因為救火車站和港溪街前面的房子 民房隔開以後 我想這個也是一個 會讓人家很覺得碍眼的一個觀瞻 那是不是這次如果有機會 我們在基隆市也可以拿回來重新都更的時候 那也是不是能夠在這裡做考量 這是我的一個建議 謝謝 好 謝謝寶貴議員 我們現在請張可惠 張議員 謝謝主席 張可惠針對本案 第二次發言 當然除了早上 要求市府報告那個 剛剛本會統領也有講 是臨時的還是長久的 那第二點 我想交理處長 你這份報告 這麼大的一個重大工程 你居然兩月不到 兩月不到你就把它報告完了 這是第一點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 第三點 我不曉得要怎麼來形容你 我先講我最近的 有關你轉運站 之前 在媒體說 因為人潮不夠 電視應該可以啊 吉隆啊 昨天 又跟我講是好像促倉法 因為可能延宕 由資料報告裡面來講啊 我們可以看到啊 你那個報告二十月 一百零四年像交通部啊 公務總級啊 市長什麼時候就任了 一百零四年啊 一百零三年的十月 十二月二十號 對不對啊 這個交理處長 是不是啊 市長啊 是不是一百零三年的 十二月二十就職的 當初在本期第一次總執行的時候 五月十一號 他說執行之前 你們就開始在做這個工作 卡手很快耶 我不曉得 中央的一個 一億多的經費補助這麼快 這是我值得啊 質疑的地方 相關的公文啊 交理處長 什麼時候你這個公共計畫 運輸到底什麼時候提出交通部報告的相關資料 要 要申請什麼地 做什麼案件 你公文什麼時候啊 我希望你調出來 這是第二點 第三點 促昌法 說延宕了 說我們延宕了 你也一併啊 提供了 其他同仁要不要 那我沒有意見 本席要 這個好 對我們基隆市啊 我們市民來交代 這個轉運帳很重要 我提了那個轉運帳 那個啊 你不要讓以前我們那個走的一個 我們本會的同仁說的啊 碰紅水雞啊 台北阿 這個處長 來了一個87啊 啊 騙來騙去 集中電 電視報導 企圖的轉運帳 因為人潮不夠 當時我還是火到 我也不是跳出來講嗎 人潮是靠市政府去建設是帶動的 對不對 昨天又給我講 什麼促倉法 延宕 促倉法 我昨天這個 我 長熊熊 熊熊亂了 我那個資料都找到了 啊 你這樣騙來騙去 啊 那個 狸貓偷太子啊 然後 舞鬼翻譯的方法 你都寫來了喔 本席啊 不得啊 詞啊 懷疑的態度 你是不是 調和街的 企圖 轉運站的 你把它 啊 噗嚨噗嚨 暫緩 然後延宕一點 來符合你的犯太子 這本席啊 已經遲了啊 以真正的懷疑 懷疑的態度喔 那第二點啊 我想 你在報告裡面啊 我們今天 我們議長那時候 上會之前有講 5月6號 這份公文啊 當初在廢刊 基隆火車站的時候 你們在結論怎麼寫 基隆火車站啊 啟用通車 舊站移屋列廣停靠 後續配合都跟計畫拆除 然後你在報告裡面有什麼寫 你在報告裡面 舊規劃 舊站規劃的未來 轉運站 這是後車大廳 大廳啊 你這不是要騙來騙去 那個李剛處長 你現在讓我 現在是非常 越來越失望 你記清楚了沒有 等一下你有資料 你就報告清楚 第一點 什麼時候促昌瓦 國有財產書 什麼時候說我們延宕 取消掉 公文相關的公文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 你什麼時候 以計畫去討 什麼時候的公文啊 去向 高公公路總級 去討那個一億多萬 是什麼時候的公文 我們當初的計畫 是要做什麼 日期 聽到嗎 還是要再說一遍 你點頭就好了 聽懂嗎 還不懂 好我再慢慢講 你昨天 我慢慢講好了 你跟本席講 那個轉印章 為什麼企圖不能 你說 因為國有財產署的 我們的促昌瓦 已經 實效已經過了 對不對 相關公文 國有財產署 給我們的相關公文 你聽懂嗎 聽懂嗎 有 我們到時候 我要追究到時候 是延宕 是我們自己延宕 我那個資料已經有了 我總執行會好好講 講給社會大眾聽 那個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 給你講 給你電動一下 我向後再回去了 向後再回去了 那個計畫裡面 因為你那個 經費啊 對 剛才我們議長 今天下午決定了 你這個 一下子說要 都更來用 那個後車站啊 後站啊 你把它拆掉 然後 你又 要把它列為 列為什麼 後車庭啊 後車大廳啊 那個 舊站規劃為未來轉印站 是後車大廳啊 聽我喔 聽懂了喔 相關的 你說促倉法 第一點促倉法 什麼時候延宕 國有財產所說 我們已經 這個失效了 各位第一個公文 第二個 我們向 公路局啊 公路總局啊 討這個計畫 這個你這個 船印站的公文啊 你知道意思嗎 這1億2千 你外加啊 你後來又追加啊 到2億多啊 你相關的計畫 什麼時候報上去的 我們當時報的內容是怎麼樣 你聽不懂 語處長 聽懂了齁 相關的公文 我們是否有延宕 本席那時候就說104啊 我昨天看到的 我助理給我的資料 104已經要簽合約了 驅逐站那邊 我資料都準備好了 你喔 不要喔 狸貓偷犯太子 無鬼搬譯的方法 好得不邪 一末混珠 混淆視聽 都來了 所以本席啊 這個案子我會繼續追下去 你好好準備 相關的公文 相關的公文喔 要聽我喔 今天來不及沒關係 禮拜一的時候 那個議長 我是希望這個很重要的 這個要讓我們基隆市民來交代 以上是本席的建議 好 我們議員同仁 海門仁對此案 如果沒有的話 不需要 不需要處長再跟你說明嗎 好請他說明 好我們再請李處長 說明一下 議長各位做得好 因為 張議員因為講七度 我這樣有點搞混 不好意思 是我的錯 不好意思 那那個 張議員那個七度五的那個 那個 那個公文 我回去會馬上準備 提供給張議員 那另外1.5億到2.1億的 這個公文我也會提供 那另外 情真情義座有提示 為什麼 從1.5億到2.1億 這是我們爭取的 原來他的公運計畫裡面補助了 他是用幾個 幾個車席 幾個席位 幾個車位 補助給你多少錢 那到後面我們去跟他說明說火車站真的很塞 像港西街那邊都已經排到 那個那個 整個舊火車站那邊 那國光號未來要拆除的那個位置 也都已經排出來了 所以我們有需要 所以跟他協調以後 他願意把舊火車站和新火車站中間的 那我們再加頂篷的方式 所以那個經費也把它加進去 所以我們 他補助金額從1.5億到2.1億 所以到西部設計 那西部設計未來我們看有什麼變化的時候 我們還可以跟他去爭取 我實際設計出來 有可能 不夠2億 或是有可能到3億 那就他會合時的來 來合 這個跟一座報告 那另外就是 那個 琴一座還有四四名四一座也有提示的 這個就是 這個設施的部分 電斧梯電梯的部分 這個我們有考量 因為他原來做的新站的部分 本來就是有三四名高差 有一層樓 所以一定會有一個階梯 但是我們因為考量到那個 那個 旅客的便利性 所以我們有做電扶梯 也有做電梯 所以這部分我們有做 那另外就是 針對這個整個火車站的部分 事實上 都更他當初在整個平洋的時候 事實上他是完全沒有考慮到交通的替代措施 他只認為拆掉 拆掉國光號 然後我就可以做都更 但是到後面我沒有跟他表示 所有的這種交通建設 尤其現在每天有四五萬人在那邊 你一定要有一個過渡期就對了 不然你的都更三四年中間 我要興建的時候 那我這五萬人怎麼辦 我一定要有一個替代措施 所以我們當初就 就爭取 就是說我現在的轉運站 是做在那邊 那未來的實施者 他要利用現在的要去做 或者是說他有其他的變更的話 那都沒有問題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 民建署還有公路總局 鐵路局他們也都支持 所以這部分不會有浪費公路團的問題 如果他未來要用 他就可以把這個錢算進去 如果不用的話 那其實這個也不會有影響 他就可以做一個 就是未來新建的部分 做好了以後 這個再去做一個替換 所以這個部分 各單位在前面就跟各位報告 5月13號 我們去再做最後簡報的時候 2.1億 他原則核准的時候 他那時候 營建署的都庚的單位 還有鐵路局 鐵工局 還有運援所這些單位 還有公路總局 他們都有支持 所以這部分已經有澄清 那另外四四名四義座 有講到 這個全站的遮雨設施 一定有考量 這部分我們 我們從一開始都有考量 因為基隆本來就很多雨 所以這個遮雨的部分 那雨鵬這些 我們都有考量到 那另外動線指標的部分 這個我們一定會在後續的部分 也會加進去 那包括有一些 導彈顯示系統 這些 我們都一定會放到裡面去 那以上 我們 請曾經議員 張稿 歡迎議員請做準備 謝謝議長 剛剛聽了李處長的說明 因為 我一直心裡想有一個 一個解打不開 萬一說我們今天都更 他本身應該有一個計畫存在 那都更本身他的計畫存在 就當初的轉運站 是在什麼位置 應該有規劃在內 那現在你做這個臨時的 這個所謂的轉運站 將來都更他實施的時候 是不是又有另一個 所謂的規劃設計在內 那是不是要拆除掉 那對整個整體的都更的一個 所謂的面來講 會不會有些所謂的不協調 或者不適用的這個問題出來 所以本席一直認為說 你整個火車站基督根的一個規劃 有沒有結合在一起 我想這才是重點 假設今天你急救張的 為了說做臨時的一個轉運站 花了兩億多 還有工程會再花個億多 下去的話 我相信這值得嗎 因為現在中央把這個火車站的 都更加丟到我們地方 地方來了 我相信臨時也是這個時機 開始積極的 把火車站的都更的計畫 趕快的進行 招商落實的話 我想我們這個都更計畫完成 我們整個火車站的 這個交通的動線 就是非常的順暢 假設你用暫時性的 花個兩三億 本席認為 覺得是非常浪費工糖 中央的錢也不是那麼好要的 所以說本席我認為說 在我們整個議會的同仁 可能不知道 我們整個火車站的都更計畫 以為我們現在的交通的 所謂的臨時的轉運站 的計畫是如何 所以貿然的讓你實施的話 我想你這次必然是讓大家覺得 是我們民意監督不做到 浪費工糖 所以本席建議 是不是這個案子 我們在我們大會開完之後 你要做個專題專案報告 讓我們整個議會同仁知道 未來的我們火車站都更的激發的方向 還有你現在交通的規劃的方向 是如何的結合在一起 我想再比較實際一點 不然今天講這樣子 本席認為 真的確實裡面很大的一個 讓我們不能接受的一個疑點 浪費工糖 所以說希望我們主席等一下決議 是不是希望他在我們本期大會完的時候 做個專案報告 針對火車站的都更計畫 以現在火車站的所謂的 成績轉運站 的一個計畫 做一個專案報告 讓本會的同仁大家了解 我想這才比較實際一點 這本期的建議 謝謝 今天跳到無沙沙 我想我們現在請張耿惠張議員 我們農青張議員請做準備 謝謝主席啊 李處長 我是為什麼說 你也無沙沙 我也無沙沙 因為你前一陣子的無沙沙 造成我的無沙沙 你下面 你讓我本期說 那麼快的速度 你是編在105年喔 編在105年喔 你們那個轉運站 驅逐轉運站 是103年就要出昌瓦了喔 你相關人是不是有緣彈 故意 這本期啊 持合理的懷疑 所以才會喔 狄貓偷換太子 就出來啊 中央哪裡有可能 就像陳議員講 哪裡有可能 可以同時給你兩個計畫呢 尤其又重大的 動作大家都摸著笑的喔 時間有那麼快嗎 市長上任以後 幾個月就搞定了 還拍板耶 效率非常好 所以本期是持合理的懷疑 你報個一個公共運輸計畫 反正都是公共運輸計畫嘛 調而接也是啊 親主機轉運站也公共運輸計畫啊 所以啊 不是說你搞混了 我也真的搞混了 啊 那麼快速度那麼快 而且草草率在兩頁 兩億多就這樣報告嗎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 我們要你報告的是說 你那個城市轉運站 是臨時了 還是永久了 對不對 草草嘛 可以叫掉路影帶 要你們答誤也沒有講 第三點 整個以後 火車站 C2 C3碼頭 整個都更計畫 以後會不會影響 你們都沒有答誤啊 打什麼啊 那個情侶也是說說 打迷糊仗啊 這大家都 至少都在做了多好幾屆的啊 不是讓你來這邊 隨便打迷糊仗 這樣就過關了啊 本期這一關啊 我告訴你 你還難過喔 至少我總執行啊 這到這一任 還有好幾次啊 不要互動互動的喔 我告訴你啊 你等一下你答誤清楚 到底是 臨時性的 永久性的 你要講清楚 第一點 清楚了嗎 這個應該聽得很清楚啊 李書長 聽得很清楚喔 是臨時性的 還是永久性的 未來 火車站的都更計畫 我們城市轉運站 那有沒有影響 沒有影響 沒有影響 有影響你要怎麼補救 本期不是反對 市長啊 不是反對 你蓋建設啦 大家要聽清楚啊 我們只是說 都讓我可恥懷疑的 怎麼會那麼快呢 效力非常快 我們能給個自行車 搞那麼久 你們這個半年就搞定了 非常地開 幽數以來我看得更快的 所以說啊 希望我們你處長 還是市長你要報告清楚 都沒關係 本期引起你 處長要打戶也沒關係 市長你打戶也沒關係 這個一定要打的 還有我們 早上我們 議長 那時候有講到的 要你說清楚的 那一項 我不曉得你有沒有記清楚 這個也要講清楚啊 好 我想剛剛喔 我早上提的 他剛剛已經有講了 他講的意思 我再重複一遍 我剛剛聽他講的意思 跟各位報告的 他的意思是說 這個 這個轉運站是要去做 成績轉運站要做 做了之後呢 下次都更案的 如果標到的人 他要拆 不拆 與不拆 都在他手裡 因為他包含在他工程費內 那麼 也 就沒有所謂的公堂 浪費公堂 是不是這樣子 對不對 是不是這樣子 不是啊 所以我聽到沒有什麼 沒有 我們先請莊 莊榮卿議員 然後你再給我們 謝謝主席 我想 針對本案 本案的案由是 基隆火車站 成績轉運站的進度 但是我們從這個 市政務交旅處的報告 就沒有看到進度 到底哪時候要來做 只提到說 本來是一億五千多萬 現在增值到兩億一千多萬 我想這個 騎乘這個進度 應該要提出來 我想很多 這個基隆市的民眾 利用這個 這個 這個 客運也好 火車也好 來做這個 搭乘到台北上班上課的 這個途徑 所以很多人 每天幾萬人在通勤 他都非常關心這個進度 所以在這邊 我希望說我們 既然要做這個 成績轉運站 我希望是一個 互合民眾使用的 一個現代化的 一個轉運站 不要說這個 這個轉運做了以後 造成這個火車站周遭的 交通打結 我想 讓交通更昏暗 這不應該 這是第一點 所以在這邊請我們 這個 交理處要特別要注意 成績轉運站 一定要做 但是不要說 做了 會造成 我們火車站周遭 交通打結 我想這個要非常非常重要 希望說 應該要請這個 相關的這個 這個規劃公司 或是我們交理處 要特別注意 那剛才我提到 我們預計 我們的 這個 成績轉運站 這個進度 到底我們哪時候 開始要做 哪時候可以來完成 我想 也應該 讓這個議會來知道 因為很多 同情組的民眾 都會向我們 來詢問 來了解 我們才可以 這個很清楚的 來說明 那最重要 剛才本會同仁提到 我想 這個成績轉運站 對整個通情組 都希望能夠來了解 所以說 是不是能夠 來做一個 這個專案報告 是不是跟我們 這個火車站都跟 有沒有衝突 我想這個是一併 要跟本會做個報告 讓本會同仁更能夠了解 那也透過這個專案報告 我想 讓多數的民眾 能夠更了解 我們到底 我們這個 程序轉運站 我們的進度 到底怎麼樣 要怎麼樣子做 以上謝謝 謝謝 我們現在請 林明志 林議員 謝謝議長 我想 應該還是命題的問題 因為這個專案報告 是說 基隆火車站 要看成績轉運站的進度 請示範報告 那事實上 請他們報告之後 發現 怎麼說的 見樹不見林 因為好像 不只這個案子 因為它還牽涉到 基隆火站 周邊都市計畫更新 那還包括 國光客運 它那個站體的遷移問題 所以又跟 都發處有關係 又跟營建署有關係 那國光車站遷移之後 又要貫通中一路 那又跟周邊的都市規劃有關係 所以 這好像不能只是單純去報告 基隆火車站的 程序轉運站的進度 就可以讓我們完全了解 這要必須有個比較整體的說明 我想了解一下 是不是 待會可以請主席 是不是要請市長 幫我們整個再 再整理一遍 我覺得這樣各局處 都說 看市長有什麼想法 跟我們說說明一下 讓我們更清楚知道一下 發現好像 不只是這樣子而已 而且不只兩億多 如果照我們手上資料 你到時候國光客運 應該要請營建署 從都市更新基金 去編預算去徵收 所以那個東西 不是只有這條而已 是不是請市長 可以 我們拜託主席 會請市長說明一下 好不好 好 我想 要不要請市長 能不能起來說明一下 好 謝謝 這個 謝謝議長 謝謝各位議員 先進 大家的關心 其實 這個部分 有幾個 幾個區塊 第一個 是 火車站 這應該 整個完整講 大家會比較清楚 第一個 可能各位議員先進 大家也記得 新的火車站 為什麼會難簽 新的火車站 南簽 它是包括在整個所謂的金磚的更新案裡面 所以當初的這個都更案 它被切成三塊 第一塊就是火車站的南簽的部分 新的火車站 第二塊就是港務公司的部分 然後第三塊是原本我們市政府要來執行的部分 我想再跟大家回憶一下十年前的整個案子的狀況 所以後來三個案子就分開走了 鐵工局走鐵工局的 港務公司走港務公司的 市政府走市政府的 所以最後就是三塊兜不起來 那所以為什麼都更案會一拖拖十年拖到現在一事無成 然後現在還要再回到市政府 基本上就是這個狀況 那剛剛大家在關心 這個成績轉運站會不會浪費公帑 我跟大家很清楚的報告 不會 為什麼呢 因為在本來的都更案裡面 這個所謂的交通轉運的區塊 被劃在哪裡呢 就是被劃在我們現在的火車站前面的那個圓環 所以我上任之後 請鐵工局來跟我報告整個的火車站周邊的一個整個的建設的一個狀況 發現到一個非常嚴重的一個問題 就是中央在當初十年以來一直到我上任的時候 居然發生了這麼荒謬的事情 就是都更案裡面 並沒有去思考到我們這種事實際上 每天都在運用的這些交通的這些需求 那就在這個火車站前面的這個圓環 就哈巴當當就畫了一大塊這個地方叫做交通的一個運轉的中心 好 今天如果都更案執行的時候 那怎麼辦 我們沒有交通的替代或者交通的替換的這些設施 那每天的交通的需求就沒有辦法來處理 所以也是因為這樣子 所以我立即跟市政府的同仁趕快把一些方案的一些想法炒擬了 然後趕緊去拜會當時的葉匡石部長跟他報告 跟他報告完之後 他也清楚了解說 欸 怎麼會是這種狀況 當初在規劃新的火車站的時候 以及都更案的時候 為什麼沒有想到跟基隆市的整個周邊的交通的一個連結的一個問題 所以呢 他馬上指示公路總局要來處理這個課題 所以在初步的一個規劃 那只是一個匡列 也就是那個一億五千萬的部分 他做了一個匡列的一個動作 然後另外就是他給我們的一筆規劃費 讓市政府來就這個課題呢 進行相關 也就是火車站周邊的廊貸 以及成績轉運站的一個初步規劃的一個案子 那當規劃案慢慢執行之後呢 我們把相關的課題越離越輕 所以呢 我們認為要解決周邊的一個交通的銜接 以及我們市民轉乘或者搭乘空間的一個改善 他可能必須包括三個部分 第一個部分就是所謂的成績轉運站的一個主體 第二個部分就是舊的火車站的一個在利用 第三個部分就是我們周邊包括公車還有客運的 停車停後車空間的一個串聯跟改善 那在成績轉運站的部分 基本上就比較沒有什麼問題 就是把國光客運省到客運跟施工車未來收納在上面 那在這個舊的火車站的再利用的部分呢 當初我們有思考了幾個方案 其中一個方案就是拆掉 第二個方案就是保留下來 然後作為跟未來的成績轉運站來做銜接跟串聯 那這兩個方案到最後經過不斷的跟交通部公路總局還有鐵路局 反覆的一個研究跟討論之後 最後大家有共識就是應該把這個 舊的火車站的空間把它保留下來 並且跟新的成績轉運站來做一個串接 讓整個大的一個空間呢 未來特別是我們金融市容易在冬天的時候下雨 那缺乏思念的活動的空間 那所以那個地方會變成在一樓的部分 會變成是服務一個後車的一個空間 那在二樓三樓的部分就會有相關的商業 或者相關的一些活動 甚至包括文創的一些產業的進駐 這個大概是整個成績轉運站的一個狀況 那剛剛大家有特別提到 國光車站的一個遷移跟中一路的一個打通 它基本上不是在這個成績轉運站的案子裡面 它是在原本的更新都更案的案子裡面 也就是國光客運的拆除跟中一路的打通 未來將由都更基金來做執行 所以說實在這是一個非常複雜的一個課題 也就是我常常講我們金融的問題就是說 我們是穿著衣服在改衣服 所以如果沒有把整個這些細節都撕倒得非常清楚的話 在這個實務上可能就會遭遇到很多的困難 所以再次跟大家報告就是說 不會有所謂的浪費的這個問題 那另外呢 當成績轉運站完成之後 然後這個國光客運拆除 然後移置上去 中一路打通之後 其實我們在並行的話 那未來如果說中央確定都更案要回到金融市政府 我們大概要做兩件事情 第一個就是因為十年的一個時間 中央其實已經把當初更新案的規劃的經費 其實已經花得差不多了 所以我對中央的一個要求 就是如果現在更新案要重新回到金融市政府 那就一定要給人給錢 未來如果市政府要執行 就應該由地方政府跟中央政府 成立一個執行的籌劃的一個辦公室 那要有相關新的人員要進駐 第二個它必須給我們另外一筆 就是推動更新的規劃的這個經費 我們才有辦法繼續往下面走 那當初整個更新案最大的一個課題 就是說第一個它定位不明 第二個它財務計劃有問題 所以它財務計劃不管怎麼樣射算 回收的報酬率都是負的 也是因為這樣子 所以不會有這一個民間的業者想要來投資 但是所謂的回收報酬率的一個重點 不單單只是在容積 其實這個地方的容積照過去給的已經是超額了 而且我跟大家報告如果照試算的結果 非常可怕那個樓可能要蓋到五十幾層樓 所以其實基本上這個更新案要成功 其實基本上不是容積的一個課題 而是說它產業的一個定位 更重要的是說當初本來是一個大更新案 後來越說越小越說就好 變成一個小更新案的時候 它的彈性的那個細度 還有它規劃的那個空間就越變越小 然後那個樓 樓地板的面積容積一算 要拉高到五十層樓這麼高 說實在那個對我們金融市的天氣線 是一個非常大的衝擊跟破壞 所以原本的案子不只不恰當 而且它不可行 所以這也是我為什麼主張說 如果有機會中央這個案子要回到我們金融市 那我們非常樂意把它接下來 但是要給我們人給我們錢 所以我想做以上的一個說明跟報告 謝謝 好 針對市長的報告 我們張總會張議員 謝謝主席 當然聽了市長報告也非常周詳 計畫也非常好 可是啊 那一點的話我們本會所要了解的 到底這個 城市轉運站是臨時的 還是永久性的 你剛才不報告 我要了解是 但是你報告的主要很詳細 確實我們聽的都蠻人支持的 但問題就是說 你的城市轉運站 你是英雄還是認識的 認識的 你以後要怎麼報告 這是本會說要了解 因為這名指名高不管是中央 還是地方也好 的經費 這還是百姓納稅錢 我們一定要很清楚 所以你剛才沒有報告這條 你稍然說急急 報告得很詳細 但是就是說 這個問題你還在想 到底你要臨時的 花良益多 你要把它拆掉 到時候都更以後 你有辦法有把握 他要 我就要做永久的 不可能讓他拆 對 你要提出這一件才對 可惜你又要再陷 也沒有提出這個問題 是不是能夠補充再報告一下 是不是永久性的還是暫時的 要開兩一刀 兩一刀 這次串連的車道就有了 要講清楚 我們議員同仁還沒有人 我們秦曾秦議員 謝謝議長 剛才我們市長把這個都更案的輪廓 講得非常清晰 所以讓我們一位同仁 大概都了解了一個都更的狀況 但是本席還是認為說 既然市長能把這個輪廓比得那麼輕 我想中央原本他有他的都更計畫存在 那我想是不是還是來辦個專案說明 就是當中央跟地方的這個所謂的都更 還有現在的情境轉移真的結合的一個計畫 實質的搭配的內容 是不是很周詳的來向黨會做個專案報告 因為必然我們民意代表 所接受的民意的詢問也很多 說我們火車站到底都更是要怎麼去做 未來是什麼一個方向 其實我想在座沒有一個議員同仁了解 所以本席在此建議 市長在做結論的時候 請我們議會 要不要請我們市政府在這個方面 都更計畫成績轉移在 整個交通的動線的一個未來的規劃 做一個專案報告讓我們大家知道 這以上本席的建議謝謝 好 謝謝我們請議員把規意見 那還需要市長再起來說補充說明 好 我們再請市長 針對剛剛張梁輝的問題答覆一下好嗎 好 謝謝議長 謝謝議員先進的一個詢問 我們當初在思考臨時的成績轉運站的時候 其實我們已經做了最詳盡的討論跟評估 原則上我們認為未來的成績轉運站 或者是交通轉運的設施的地點 其實就是應該在現在我們的成績轉運中心的這個地方 但是由於整個更新案還在推動 而且現在還在中央 是原本的舊的那個計畫 所以在整個的一個提案的過程裡面 包括交通部 包括公路總局跟鐵工局 我們現在目前是用一個臨時的成績轉運站 在這個規劃跟在看待這個設施 不過其實我們整個規劃的一個水準 說實在是我們是用長期的一個標準 在做相關的一個規劃的動作 未來都更案正式在推動的時候 開發的實施者他也可以試 他如果也認同這個地方是未來最適當的一個 成績轉運站的一個地點的話 這一個現在的這些設施 其實都是未來都更的開發者的其中的計畫 事業計畫其中的一部分 所以這兩個部分並沒有衝突 謝謝 我們整個會張議員 謝謝主席 其實啊市長我知道了啦 你也不好意思說啦 事實上鐵路集啊台鐵已經說得很清楚了 在那個3月4號的媒體報導已經寫得很清楚了 同意我們市府臨時做臨時而已 當然啦你整個計畫 所以說齊長啊我一直在強調你 想要做事的齊長我一定會提起 只是說你也要大膽的做出我們基隆寺 陳如你講的 你未來是希望能夠永久的 本席也能夠支持 齊長都要怎麼去做價位 這是很重要 對不對 那個我們是不希望說發那麼多錢 到時候因為一個都更愛 因為一個我們基隆寺提的計畫 不夠周詳 發了那麼多錢到時候又把它拆掉 還是拆一半 你的意思嗎 我們是不希望這樣子 錢要花在刀口上 所以說你這個講到最後面還是一個 如同台鐵答應我們的 只是讓我們做臨時而已啦 臨時的啦 你現在講的三部分嘛 基隆寺火燈都更計畫 台鐵也有 基隆港務局也有 還有我們基隆市政府也有 你要如何的去整合 這個要相當的不簡單的事情 不是非我們基隆市政府所能做到的 所以說 這樣子的話 我是希望你對於整個 城市轉運這樣未來的推 未來的推 推動的話 你真的是要好好的做個計畫 齁 其實你要不好意思說 我其實都有資料都傳好啊 台鐵已經講得很清楚了 好 要不然我做成結論好嗎 大家聽聽看齁 請市府於7月底前 將成績轉運站 規劃成果及未來火車站都更計畫 提報本會進行專案會議報告 這樣好嗎 好 通過 好 我們現在休息五分鐘 等一會兒 這邊掌握機會 也很較敏 請坐 請坐 這一個 可能 請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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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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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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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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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